李宗盛 郭文貴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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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三天 這一個十四天的限聚令就解滿 但我們一直在看著 有兩個令我十分之憂慮的情況 第一就是 本地的社區感染的個案 在昨天又再死灰復現 第二就是上個星期尾 當局是做了一個相當危險的舉措 是令我十分擔心的 就是將在機場附近的 阿博這個檢疫的中心 暫時停止它的運作 然後將所有的旅客 只是要求它留這個深潭樣本 然後容許它回家做隔離 這個是相當之不負責任的行為 這個新冠肺炎最大的來源 大家看得到是外地傳入 這個已經不是任何的新聞了 在機場 我們最近的數字就是 機場 香港再加上外地訪客 入港呢 只是得不夠五百宗 是在19號 在昨天的470宗 而在最多的入境的地方 是深圳灣 是大概有六百多位 加上有1131 要對付這個新冠肺炎 武漢肺炎 最重要的是第一個 源頭是阻截的 其實如果大家 說今天 每一個人都很辛苦 去接受這個限聚令 又或者很多行業 因為這個限聚令 和這個要刪行業受苦的時候 政府應該做的工作 就是一定要把源頭阻截的 而源頭阻截最有效 在過往這個星期看到 就是做甚麼呢 就是把所有到港的旅客 在機場阻截了它 直至它的測試 是陰性才讓它回去 其實這個做法 應該在深圳灣 和港珠澳大橋都做的 這一位女士是沒有任何的紀錄 是直接接觸一些受感染的人士 但是我們很清楚 無論港珠澳大橋或者深圳灣 到今天都是一個高風險的地方 政府要的做法 不但不應該刪這個瓦剝 就是應該將這個 必定要做這個測試 是要在深圳灣 在港珠澳大橋和機場做 所有入境的旅客 都一定是要做一個測試 而最好的測試 除了深圳之外 就應該直接由醫護人員 做這個被煙的測試 確保它是沒事 才可以回去的 我們有絕對的能力去這樣做 現在每天入境的旅客 很少是超過1200個 昨天是1131 我們每天最少有3000個的測試量 如果我們不做這件事的話 只會令到我們現在的痛苦越來越長 第二個我想說 最重要的一點就是醫院 現在政府在做的事是不負責任的 第一如果大家看到昨天范紅寧 是說不排除對醫護人員秋後算帳 我很擔心這種做法 只會令到在醫院工作的醫護人員 士氣低落 甚至因為這樣 而我們少了一個 是最重要的關口 去怎樣對抗這個疾病 我想請政府 特別是范紅寧 不要再做這些傷害前線人員 亦都毫無建設性的做法 另外第三點我想說 跟這個醫護人員的士氣 和很多工作人員的士氣有關 就是有關於法定職業病 昨天羅志剛在網誌那裏說 是說他不去打算 去將這個法定職業病 這個新冠肺炎 武漢肺炎裂為法定職業病 而推卻的原因 是在國際勞聯未有定義 其實真是我挑戰他 連書都未讀飽 在所有醫學上 職業病的定義就是因職業 而引起增加了 接觸某一個有害物質的風險 而導致的病 他不是隨便去講 而是所有被定為法定職業病的 他有幾個原則 第一他是可以防禦 第二他是找到一個因果關係 在今次的新冠肺炎 武漢肺炎大家看得很清楚 那個來源就是這個新型的冠狀病毒 他可以做的事就是他防止感染 而如果因為他工作上的需要 特別是醫護人員 是要近距離去接觸 而因此而導致 所以羅智的病就一定需要 是療為法定職業病的 他講的推卻 他可以成為這個工商 簡直是笑話來的 第一他不是一個意外受傷 他是一個因職業而引致的病 其實在政府的法定職業病裡面 有四十幾種 有很多大家可能聽都未聽過的 包括馬鼻椎、碳椎 有很多我們都很少見到的一些 比如說輻射引起的職業病 這些為什麼都可以是呢 就是因為在全世界都找到這個原因 其實在除了香港以外 世界上很多不同的地方 已經是將這個職業病 即是這個新冠肺炎或者武漢肺炎 列為職業病的 包括在現在我們找到的 世界上有很多的地方 包括在德國、南非、加拿大、比利市 他們都分別 以及意大利都已經分別 將這些新型的病毒 列為需要防護 或者是列為 如果是因為這個接觸 而所有這些員工 是可以因為這件事 被界定為職業病 這個是重要的 在沙士的時候 我們失去了八個醫護人員 而其中六個是醫管局的 當時沒有法例的保障 他們被裁定死於自然 而這樣 雖然最後政府作為醫管局 最後的一個要承擔責任的機構 他們這樣做 但這個是不公道的 如果是有其他的行業 有其他的人 包括現在很多的外聘工 就算在醫院裏面 都有一些合約的工 他們是同樣受到一樣的風險 所以這樣的做法 只會令到前線的員工 士氣更差 而亦都會阻礙了我們疾病的預防 香港所有人都很想打贏這場仗 我們都很想有一天 是可以重申一些正常的生活 但是如果政府沒有在源頭裏面做好 包括我們說了很久 政府完全沒有考慮的封關 特別是在深圳灣 是停止國內的遊客 政府不會在這些關口裏面 一定要做一個測試才走的話 我們只會是開一個大的漏洞 令到這些病毒有機會去到社區裏面 而我們更加難會看到有一天 我們可以解除這個限聚令 所以要解除限聚令 要的不是我們每一個市民 去繼續去做這件事 而是要我們的政府 正正經經面對這一個疫情 在關口做事 支援醫護人員 亦都不要再傷害他們的士氣 所以你說 它是 wrong for the government to close the Asia World Expo as a testing centre 可以解釋嗎 我認為 the first and foremost step that the government should adopt is to bar or stop the disease from entering Hong Kong apart from very few cases which happen locally majority of these COVID-19 or the Wuhan pneumonia cases is actually important actually they are coming from like North America, European country and some of them actually will be coming from China so what we urge is to test every single visiters and residents when they are coming back to Hong Kong they need to be tested at the border to make sure that they are tested negative before they are allowed to go home and continue to quarantine the two weeks quarantine period and that is most important so the decision made to close the Asia Expo is actually in country to the first principle that we should stop all possibility or all possible outbreaks from coming from other countries including mainland China to Hong Kong ta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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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od ta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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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旅客都可以安排入住一些指定的酒店的話 其實我們在社區爆發的風險是再可以減少的 即是說我們有機會可以減少這個痛苦 令到各行各業都可以復甦 但是政府去到現在才被踢出來做事 只會令到我們拖長這個痛苦的一個時間 OK 好 謝謝 謝謝 謝謝